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经指示 指前 汉徽帝也不错 汉徽帝做了皇帝以后 我们大家知道 刘邦死了汉徽帝 汉徽帝者相 萧何爷已经死掉了 曹生做皇 做这相 曹生做了这相 每天晚晚 无数事事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 可能就喝喝酒 打打麻将 这个汉徽帝也相有数作伪 他到底还是刘邦的儿子相有数作伪 怎么这个丞相没有作伪 把丞相的儿子 曹生的儿子叫来 他们两个年纪差不多 从小也是好朋友可能是 你去问问你爸爸看 你爸爸当贼相 应当有数作伪 他儿子木头木头的去问了 他说 爸爸 你不能每天这样子不做事情 要做些事情 他爸爸是军人出身 曹生动手就一顿打 让你小孩子干什么事情 他儿子扩着去 去跟刘云讲皇帝没办法 我说不懂 我还爱了一顿揍 那么皇帝没办法到自己出门去问丞相曹生 他说 曹丞相 你看看这样子 是不是我们要采取一些给阁措施 这个曹生讲得非常好 曹生说 你看看我比萧何怎么样 皇帝想了一下说 你不如 那么我问你 你比你爸爸怎么样 他说 我当然比不上我爸爸 我爸爸刘邦高中 刘邦多少厉害 他说 那么好 你也比不上你爸爸 我也比不上我前任 我们两个就守着 把原类定的规矩把它做好 所以我们历史上一个成语叫 宵归潮水 宵归潮水 就这样子留下来的 所以到了文庆子字的时候 还是沿着这一套去做 所以延续了几十年 我们天下呢 基本上不发生什么战争 凶奴如果打进来的话怎么办呢 他有个好办法 和亲啊 和亲是个好办法 找一个女孩子 是不是 收到宫廷里面 是我皇帝的女儿 最后是什么公主 什么公主 对吧 你们打进来 所以无非就是要一点钱嘛 我给你钱 赔价 丰厚一点 给你粮食 给你绸缎 给你茶叶 是吧 要黄金 白银 给你一点 并且从此我是你的老丈人 你打我干什么 是不是 所以也蛮有意思 那么看出日才取和亲的措施 刘邦什么人 刘邦是个大英雄啊 他也曾经想去打凶奴 打到平城这个地方 没想到被凶奴围起来了 围了一个星期 如果最唯一一个星期 刘邦可能就要当俘虏了 或者也想一个办法 陈平想了一个秘密的记忆 把匈奴退掉 陈平这个办法 听说就是去找一人子 你不要再打了 你再打了 送个美女给你禅语 你禅语就不喜欢你 你的地位就没有了 是不是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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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子一想不对 赶快把禅语叫回来 不打了 回来 匈奴的禅语都是有地位的 要么是蒙古族的人 要么是 要么都是那种有地位的人 所以有些地方啊 他对财业一定的压制约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些话呢 就是说文景子思 萧归潮水 文景子思 汉粗的天下的安定 确实给老百姓带来很大的好处 经济发达了 我们说经济发达了 文化也就发达了 是不是 二三十年以前 我读书的时候 我们的老师跟我讲 那个时候经济也比较困难 他说经济发达了 以后文化方面也会发达 各方面形式都会好起来 不然是 我的老师 复旦大学的王允熙 王水昭先生 他们都这样子讲 下面我们讲讲 汉初的一些政论家 就是继承李氏这一脉下来的政论家 讲一个贾仪 贾仪 他是洛阳人 他是西汉初期一个杰出的政治家 政论家和文学家 贾仪的生品 我们文学师里都有的 我这里讲的简单一点 他十八岁就能够送私和写文章 他名文俊重 在洛阳这个地方他非常有名 二十多岁的时候呢 二十岁的时候呢 他作为一个博士 他提出了给格的主张 表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才能 得到文帝的赏识 他为什么能够到金城去呢 因为当时的洛阳令啊 被皇帝呢 遭到了金城 武功到了金城 他也到了金城 他在朝廷上面年纪很轻 经常发言 结果那些老臣们 我刚才讲的那个周伯冠英 臣平们 他们呢不舒服 小青年后这样子的 他们呢最后都打压他 打压他 黄帝 汉文帝倒对他很欣赏 但是也没办法 当时老臣们的力量很强大 那么汉文帝 只好把他扁到长沙去 做长沙王的太府 对长沙王的太府 长沙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今天湖南的长沙 当时这个地方呢 在天下人认为啊 这个地方比较低涩 地势比较低涩 所以他觉得是贬折 在贬折当中 贾一呢 仍然不往过世 后来 汉文帝还是对他很欣赏 把他提升了一点 提到河南 做他的小儿子梁外王的太府 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梁外王在骑马的时候啊 这个杜马尔死 马上掉下来死掉了 那么贾一呢 作为一个太府啊 他总觉得我们一尽早成认 天天哭 天天哭 最后呢 哭死掉了 死的时候 年纪只有三十二三岁 他一共写了文章 今天保存下来 还有五十八篇 那么到汉城地的时候 一个流向编书啊 把它编成一部书 名字叫新书 新书 贾一在新书当中 他总结了秦队灭亡的原因 发展了先秦的民本思想啊 面对迅速巩固政权 完善封建制度的任务呢 贾一呢 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 他要求削弱诸侯 和限制豪强双固的非法活动 提倡了大力发展农业 加强中央集权 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安定 等等 等等 那么贾一的文章呢 他呢继承了当时先秦诸子的一些优良传统 他呢 正论文写得非常的漂亮 他著名的正论文就是过秦论 过秦论 过秦论是西汉散文当中的名片 过秦过秦就是总结秦朝的错误 秦朝你说打天下花了那么长的时间 但最后秦四王统一天下之后 短短十五年 他就灭亡掉了 为什么 假以总结这个经验教训 总结这个经验教训 我们今天读的《顾秦论》 收在我们作评选的第二本 作评选上边的第二册 第二册 收得比较完整 上边 中边 下边 但在原来的类似文献上 他倒不是收在一起的 是我们今天的人把它收在一起 收在一起 过秦论我们不可能讲完 要求大家自学 要求大家自学 《顾秦论》写得非常好 秦汉文章 秦汉文章 《顾秦论》也是很著名的一篇 我们大家看看 前面跟李思的建筑和书的内容有点相近 秦孝共聚 遥贤子顾 永永洲子弟 君臣顾守 以窥周盛 有席卷天下 包居于内 囊过四海子义 并吞八荒子心 当四十夜 双军祖子 略立法度 勿根转 修守战子聚 为连横斗诸侯 欲使情人攻舍而去西河子外 他的文章跟李思有点相近 来看 是不是 秦孝公 秦孝公 着它的寸多 规刑盛子顾 姚寒 蛮是韩国乖 姚是姚山 就是河南跟陕西之间的一个关口 关口 我们文科的人主张都万卷书走万里路 以后大家有机会出去多看看 当然我们今天这种关爱都看上去不像以前这样子 以前是城墙也在 关口也在 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今天我们发展高速公路 我火车经过的时候去看看也看不出名堂了 要火车可以到广东勺关的时候我去看看 以前打勺关当得很艰苦 不太看得出来 但是古人却是这样 一副当官万户没落的地方很多 用雍州子弟 雍州就是我们今天陕西这个地方 君臣固守 以溃周舍 尽管我在西部的一个小地方 但是我要把你整个中原都把你拿过来 这个是秦朝的列队君王的一个义字 秦孝公也这样子 他又携卷天下包居于内 囊过四黑子鱼 并吞八荒子鲜 你看这个文章这个语句都写得非常好 当誓死也双军组织 就是双秧帮助他 那里法度勿根传修守战子居 为联合人斗诸侯 斗诸侯 斗诸侯 这是死东用法 使诸侯复乡之间斗 于是秦人攻守了去西河之外 黄河以西的地方全部都秦人拒用了 他原来是西龙一个小国家 现在变成一个大国家 那么孝公死了以后 大家看看 孝公寂末 惠 文 吾 昭 这四个王 蒙 故意儿 遗策 因遗策 就是继承了秦孝公的事业 按照秦孝公那个手立下来的方针去办 秦卫王他尽管杀了双秧 他把双秧杀掉了 因为双秧把他的老师的鼻子耳都割掉他 一看到就头大 所以他把他杀掉了 但杀掉了以后 他双秧变发的内容有没有变呢 基本上没有变 基本上没有变 还是原来的方针 你看 南取汉中西取巴索 他往南面把汉中子地拿到了 东面西面他把四川重庆这个地方拿到了 今天四川重庆的地方 东面呢 更到了很多好的土地 首要害子军 诸和恐惧 惠蒙而磨落秦 快珍宝 珍弃重宝 肥饶子弟 以至天下子嗣 何众低交相遇为业 他把四个秦朝历史上有名的君王 何其来讲 秦魏王秦文王秦武王秦昭王 何其来讲 那个时候 那么其他东面的几个国家有没有人呢 也有人的 大家看看 齐国有孟上君 赵国有平原君 楚国有春生君 魏国有杏林君 这四个君呢 都是很会用人 我们得先进的时候 有没有得过孟上君那一篇 有没有得过 奉宣科孟上君有没有得过 高中里面有没有得过 得过的 孟上君也是很会收入人才的一个人 平原君 春生君 杏林君 都是很会收入人才的人 此四君者借名字而忠信 宽厚而爱人 尊贤而重事 咬众离痕 这个众 咬众离痕 奸 韩魏 燕照 宋魏 中三子众 讲讲那个时候战国七雄 七雄 战国的时候 这个小国家还有很多的 但是主要的是七个国家 七个国家 于是六国子嗣 有哪些人有名的人 大家看看 明月 学尚 抒情 杜赫子 所为之谋 这些都是谋士 我们封建社会里这个谋士很厉害 大家说 三国的时候 诸葛亮 司马懿 都是有名的军师 非常有名的 用计谋 怎么样子使对方能够削弱 此次就能够强大 还有将军 大家看看 齐鸣 周醉 陈真 昭火 柔丸 敌井 苏义 约以子徒 通其义 吴奇 孙兵 带土 尼良 王谬 田稷 脸谱 赵舍子伦 知其兵 这些都是有名的将军 吴奇到脸谱 大家看看 赵舍 都是有名的将军 非常有名的 这些我们懂文科的人 大家都读过很多小说故事 很知道 很知道 尚以十倍之地 百万子众 客官人共勤 他们 这些国家所占的土地 是勤国的十倍 当然这个文章写的语气方面 不一定是肯定的精确的十倍 有百万子众 大家看看 客官而共勤 他们客官而共勤 情人客官而严定 九国子是 苏训顿逃而不敢进 秦国的军队一客了之后 他们都逃走了 他们都逃走了 因为这九位国家联合起来 不过这个大家千万做一样 这种政论家写的文章里面 大家不要去扣死识 不一定的 比方说 我们今天到三国的时候 三国演义里面讲到 十八路诸侯打董座 有没有十八路 大家就说说看 没有的 说起来顺利有点 十八路诸侯打董座 没有十八路 不相信你们去看看三国诸侯 到底几楼 文学作品跟真实的历史不同 三国演义里面讲到了张业的诺辩队友 第一回就是张业的诺辩队友 你去看看三国字 不是张业的诺辩队友 刘贤的诺辩队友 刘备把这个队友抓出来打了一顿 刘备火起来了 我参加打黄金 立了那么大功勞 你最后给我一个县威 县威就相当于我们是一个县里面的副县长 管公安系统 是不是 你给我个小官给我太小 我本身就看不起 还要拍《堕游》来向我垂涩浅彩 哪里有钱 火起来跟堕游三句话 跟堕游挠火起来 把堕游打了一顿 帮起来打了一顿 他要刘备打的 但整个三国演义里面 他为了托出刘备的仁义 爱人宽和这种形象 刘备实际上是个武将 把这个事情弄到张飞身上去了 把张飞塑造成为一个很粗鲁的人 所以历史跟文学 大家有时候要区别开 这里面讲的什么九国 十国 百万 大家都不要去扣具体的数字 秦武王是一座子妃 而天下诸侯以昆义 于是众善越解 争各地已若情 情有余力知其弼 醉云左北 浮丝百万流血飘落 英历成辩 整个天下分离河山 诸侯请佛入国若潮 你看把四个国王合起来 写了一下 世界孝文王 庄襄王 想国子日前 国家无事 他总结情侯的历史 截子死亡 分六世之渔猎 争长策儿与内 吞儿咒儿王诸侯 驢子咒儿之六合 这敲破已变翅天下 微真似黑 南曲百岳子弟 以为桂林相军 我们今天还有桂林 桂林从哪儿来 大家看看 甲义的顾情论也讲到了 这是南曲百岳子弟 百岳子弟 约 约 约 我们大家知道夏宇的后得 夏宇的后得 并叫绍兴这个地方有大鱼岭 是不是啊 大鱼岭下呢 我们住着很多 当时有一只住在那里 姓黎 姓黎 黎 这个姓 我们知道一个副校长也有这个姓 这个大鱼的后得很清楚 大鱼本来是北方 后来呢 周朝建立了以后呢 商朝以后周朝 周朝以后往南了 这个吴 吴呢就是姓祭的 吴就是既信的 约是既信的 所以吴越啊 这两个国家之间是不可调和的 这个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先是在前当家南面 后来最往南延伸 这个北方的势力固的最往南 现在我们看看福建叫什么 福建也叫黎越 广东广西那边叫什么 广东广西江西这边都有百越 再往南 大家看看 越南 南越 都有关系 都有关系 所以这个越人的势力啊 后来在南方 在南方 所以你看百越 百越实际上就是广东广西这一带 江西这一带 百越 我们懂文学了 一定要懂得一点历史的过程 福守济金 为命下历 百越子经呢 乃是孟田呢 北至长城而守番礼 却匈奴千拜余礼 它难免的达到百越 就是我们今天广东广西这一带 甚至 甚至 越南 越南南越都是的 你想我们唐朝有个著名的富人叫王伯 王伯 他当时他的爸爸叫做焦州 焦州就是今天越南的地方 所以王伯最后 你所要是坟墓也就是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 西的当然 越南是另外一个国家了 是吧 湖人不敢南下而摸马 是不敢湾中而抱怨 于是废先王之道 翻百家子也一遇前首 惠民臣萨豪郡收天下子兵 聚于咸阳 消风体住一位京人十二 他把天下所有兵器都收起来 住成京说的人十二个 以若天下子民 然后建华为城 婴和为慈 据义藏几城 民不测子气以为故 梁将进楼受要害之处 信臣金座 臣立冰儿随和 天下一定 死亡子兴 自一位关中子孤 今臣千里 子孙帝王万世子爷爷 死亡寂寞 余为真语去守 我们今天先讲到这 大家回去 把顾情论 大家自己读一遍